哈格比台风外围环流带来丰沛雨量 让瑞税又浓喜出望外 农会总干市黄胜黄8月3号一大早 也来到了瑞税文旦又专区巡视 他表示哈格比台风带来的雨量 让正值入江阶段的文旦又果肉风味 更加甜美多汁 今年的文旦又品质一定会再升级 哈格比青台一路向北 虽然对花莲尤其中南区影响不大 不过农会总干市黄胜黄 一早还是特别到赫岗文旦又专区来巡视 而以往文台风色变的文旦又浓 这一次不担心台风来 反倒是洗出往外 因为台风带来丰沛雨量 即刻疏解久汉不渝的大地 更让文旦又品质再升级 那这次哈格比台风过门的不入 那对我们整个文旦又产区 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反而是天降甘霖 对我们的文旦又的生长是有注意的 那尤其现在我们文旦又正值这个入浆的这个生长期间 那这次的雨水让我们的文旦又更多汁更甜美 正值文旦又果肉入浆阶段就特别需要水分来补充滋润 有了雨水滋润也让文旦又重新恢复平日水准 现采文旦又树上的果实来测量甜度 结果平均都在12到3度上下 等待8月底果实成熟 口感风味更佳 而农政单位也早已准备文旦又产销活动 要让消费者快速品尝第一手的好滋味 我们今年的贺钢文旦在品质上都要比往年来的好 那预计的采收期是在8月25号到9月10号左右 那在这段时间我们就会陆陆续续的上市提供给全国的消费者 那在展售活动的部分的话 花莲县政府瑞稀相公所还有我们农会 都会在9月初陆续的安排到台北的希望广场 花博还有建国花市等地方来这个展售 目前瑞稀文旦又都在七八分熟的阶段 量测甜度就已经达到10度以上 现在若再加上哈格比台风雨水的临门一角 农会以及幼农开心的表示 8月底就可以采收 历经7到10天的池水扣 正好打赏中秋节庆 好吃正当时 农会总干师黄胜黄也特别请台湾消费者 敬请期待赫钢文旦又 记者是玉兰瑞稀采访报道